大家好,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穿的这件红色的高领内搭 看起来是红色,但是其实是红色偏橘 而且呢它很薄,带着一点光泽感 它的袖口呢是稍微有一点长的 我觉得这样正好可以把它露在毛衣的外面 晚上就要过来过年了 我想大家都在选择过年要穿的衣服吧 首选应该就是红色 我觉得与其选很多红色的衣服 不如有一件非常百搭的红色内搭 我今天呢就用这件内搭搭配了六组不同场合的穿搭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看吧 第一身十个通勤 上身黑色小西服加格温裤子 非常时尚帅气 红色内搭打破了一身沉闷 与脚上的雪红色靴子互相呼应 同时也成为整身亮点 手上的公文包小小易落 使这身穿搭更加干脸 第二身适合日常穿搭 灰色的毛衣加深蓝色直筒牛仔裤 露出领口和手肘的红色 会给原本普通的一身增加节日的喜庆感 即使外面配上深色的大衣也不会显得太过沉重 红色加白色最经典的时尚配色 不仅让人眼前力量也非常好搭配衣服 第三套适合聚会 我给它搭配了驼色的大衣 红色驼色配在一起非常的高级舒服 脚上的高跟棕色靴子 会让整体看起来更加挺白 露出白边的裤子 提亮整体的颜色 包包的金色链条和金色耳环 也会让大衣看起来更加精致 第四套适合出油 红白蓝是很经典的配色 配增色靴子会更加帅气 如果觉得冷 外面穿一件棕色毛毛外套就好了 不仅和靴子的颜色呼应 也让这根穿搭看起来更有质感 金色系列条和项链 也会平衡毛毛外套的臃肿感 第五套适合日常出行 白色泰迪熊外套温暖舒服 红白两个颜色不仅提亮肤色 还增加节日气氛 深喀色的太阳镜和白色外套 使整体看起来更加俏皮可爱 第六套适合约会 红色和棕色总是看起来暖暖的 搭配这条陆迪长裙 看起来温柔又淑女 直战最爱 加一条围巾 凹个造型 更加有时尚感 如果冷 套上一件牛仔外套 颜色丰富好看 今天的穿搭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 你最喜欢哪一套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如果有新的想法可以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可以订阅我 或者给我点个赞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